第1112章 帮手 画龙潭外一片骚动 那周围一座座山峰上 众多目光皆是在此时带着一些惊异的望着 那翻腾的画龙潭 对于画龙潭 所有的龙族人都很清楚 这里面的能量浩瀚到了一种相当恐怖的程度 因此这里的潭水凝固得几乎无法动荡 然而现在 那即便是将一座山峰投入进去 都难以掀起涟漪的画龙潭 确实弯起了惊涛骇浪 怎么回事 一些龙族之中的年轻一位妹妹相去 对于画龙潭之内所隐藏的那埋谷之地 他们显然并不知晓 至于那所谓的六指圣龙地 更是仅仅的只能在谷基之上略窥端倪 然而即便是如此 也是让得他们心血澎湃 毕竟放眼妖兽界这游游岁月当中 能够统一妖兽界众多强大种族的 也就唯有那位六指圣龙地一个人了 这是 在园前周围那些老太龙中的长老 此时也是在没有了之前的淡然 那苍老的脸庞上布满着震动 以他们的身份 倒是对那埋谷之地略有一些知晓 但一般说来 唯有着大机缘者方才能够进入那里 脆骨波动是先祖的 园前面色凝重 目光看向诸位长老说道 有人进入了藏谷殿当中 而且还接触到了先祖的意志 是谁 一名长老有些急迫地问道 藏谷殿当中 并非是所有进入画龙坛的人都能够进入 只有着大机缘以及大毅力者方才能够成功 而一旦进入其中 便是有着几率获得远古龙谷 如果真的能够获得的话 这对于他们龙祖又是一件相当重大的事情 暂时还不清楚 园前微微摇头 目光灼灼地望着那翻腾的画龙坛 脑海中却是突兀地掠过林洞的脸庞 旋即他轻轻摇头 应该不至于吧 如果是林洞的话 那他获得远古龙谷 一旁有着长老低声道 远古龙谷是他们龙族的重磅 只要获得远古龙谷 便是能够制造一位拥有着惊人潜力的族人 眼下林洞如果获得的话 那则会消耗一具 而让的人头痛的是 林洞却并不是他们龙族的人 他甚至体内没有丝毫龙族的血脉 行 景观其变吧 园前压下那些龙族长老 有些莫名的面色 心头也是无奈的一探 画龙坛的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如此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那画龙坛内突然有着两道漩涡成形 旋即两道光影 便是在那众多目光汇聚之下 暴冲而出 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时射向天空上的两人 旋即惊呼声传出 是阎峰和原新 他们成功了 看这波动应该是上等龙骨吧 倒也是厉害呀 半空中光影散去 正是原新以及阎峰两人 此时的他们身体仿佛拔高了一些 双目当中有着凌厉的精芒涌动 身体皮肤之下则是有着黑芒流转 是上等龙骨 那些长老眼光独了 一眼便是看出了两人所获得的龙骨是何种等级 旋即对视一眼 皆是一声苦笑 若是在平时 有着两名的年轻族人获得上等龙骨 这已是算作一个不错的消息 但眼下他们却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既然原新两人出来的话 那么还留在画龙坛内的就是林董一个人了 而很显然 那进入藏古殿 并且还接触到了先祖意志的人就是他了 唉 当年轻智也是如此 不过不管怎样 他毕竟还深怀我龙族血脉 但眼下却是来了个更为干脆利落的 一龙族长老无奈地道 其他长老也是一脸古怪的表情 如果林董真的深怀哪怕一点点龙族血脉 或许他们都得高兴兴奋的手足倒 但可惜呀 这些家伙却是货真价实的人类 并且还是与他们龙族沾不到半点关系的人类 族长 众位长老看向原钱 显然这事情让得他们略感头痛 先看看世代发展吧 虽然林董进了藏古殿 但也并不代表着他能够获得原古龙骨 而且即便是获得了 那也没什么 或许该是我龙族一些迂腐规矩改变一下的时候了 原钱双手浮于身后 目光浊浊地望着画龙潭 喃喃道 林董 你若真有那本事 我龙族倒能够为你破例一次 古老而蛮荒的大地之上 突然有着滔天般的威压弥漫开来 一只紫金龙掌仿佛撕裂了空间 直接是以一种极端惊人的速度狠狠地拍在了 天空上那一道气势惊人的身影之上 低沉之声响起 那道身影顿时的狼狈倒射而下 然后如同炮弹一般砸在地面上 露出了一个千丈庞大的深深巨坑 去坑之内 一道狼狈的身影激烈地咳嗽着 此时他的身体上已是布满了鲜血 原本药眼的清光在此时变得暗淡了许多 这道身影自然是向六指圣龙地发出挑战的林董 不过在那等曾经恐怖的大人物之前 他的挑战的确是有种浮游汉术般的无力感觉 那种曾经能够与远古八主抗衡的绝世人物 即便如今仅仅只有意志残存 但依旧是无比的强大 你的力量与你的勇气可是有些不太相称啊 天空上六指圣龙地盘坐在莲花石台上 目光平淡地望着下方那狼狈的身影 淡淡地道 这样的你是无法获得我的认同的 所以还是放弃吧 深坑当中林董抹去橘胶血迹 他抬起头 漆黑双眸犯着狂烈战役地将六指圣龙地给盯着 面对着后者的话语 他也不反驳 这事不发猛地踏出 澎湃清光再度涌出 而后龙吟翔彻天际 清光包裹着他的身体 逐渐地化为一头 左右轻障庞大的青龙 青龙蜿蜒蜒盘踞 龙目当中站以昂扬 浑身的青色的龙林 冰冷而藏进 犹如钢铁所住 青龙下一刹那 突然化为清光呼啸而出 携带着可怕的力量冲击 直接对着天空上的六指圣龙地冲去 在其冲过之处 仿佛连虚无都是留下了一道清光痕迹 哦 很熟悉的波动啊 似乎曾经有修炼这种武学的人 来过这里呢 六指圣龙地望着那呼啸而来的青龙 却是微微一笑 而后缓缓摇头 不过这还是不够啊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他就这般伸出修长如玉曼的手掌 轻轻挥下 那一刹 其手掌瞬间膨胀 戒指化为万丈大小 遮天蔽日 狠狠地拍在了那呼啸而来的青龙身躯之上 满天鲜血建设 青色龙林寸寸爆裂 那青龙仰天悲笑 看似强大的冲击 确实未能撼动那巨手丝毫 反而再度地被重重地压下 将下方辽队的地面崩塌出了一条万丈勾曲 轻光暗淡地散去 青龙再度化为人形 林寸面色苍白 身体上不断地有着鲜血从毛孔中渗透出来 看上去格外的凄惨 当年也曾经有人修炼过这武学 他在这上面的造诣 应该比现在的你更胜一筹 但最终他也失败了 你应该也和他有些关系吧 六指圣龙帝诞笑道 林洞哭笑 青智前辈也来过这里吗 没想到强如他那等实力 最终都是失败而回 难道他就真的没有可能获得这最为强大的洪荒龙骨吗 真是不甘心哪 道爷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此时言的声音淡淡地传出 你有办法 林洞填了填嘴角血迹 眼前的六指圣龙帝仅仅只是一指 你要战胜它就必须战胜这股意志 但以你现在的程度 意志比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你需要帮手 帮手 你 林洞一正 我现在也搞不定他 言懒洋洋地道 你身怀吞噬祖福 因为吞噬之主的陨落 在他之中或多或少的 都是有着吞噬之主的意志残留 你如果能够沟通那意志残留的话 或许便是能够召唤出吞噬之主 也只有这样 才能在意志空间之中 打败六指圣龙帝 林洞文言略作沉默 身体盘坐而下 双眸则是缓缓地闭上 周身的所有波动 都是在此时逐渐地散于乌形 天空上 六指圣龙帝见到他这般模样 倒是眉头一挑 然后有兴趣地将他给盯着 他倒是很想看看 这个年轻人究竟还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手段 这蛮荒大地倒是因此而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寂静当中 而这种寂静一持续 便是整整的三天时间 这三天内 六指圣龙帝倒是没有任何干扰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道萧帅的身影 神色波澜不惊 身为妖兽界曾经的王者 即便是一道残存的意志 依旧是弥漫着那种傲然之气 不过这种无畏的时间 六指圣龙帝显也并不打算一直地持续下去 因此当第三天来临后 他终时将目光移下 淡淡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 小家伙 你的时间差不多了 你若是要挑选龙骨 还是去尝试一架其他的吧 声音落下 他袖跑一挥 一道紫金光柱便是呼啸而出 对着灵动笼罩而去 然而 就在那紫金光柱 即将设置灵动身体之上时 在其的前方空间突然裂开 满如黑暗的大口 延伸间 顿时将那道紫金光柱吞噬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顿时让得六指圣龙的遗症 旋即 他双目紧紧地望着灵动的身后 那里的空间在此时 缓缓地扭曲着 在那扭曲的空间尽头 仿佛是有着一道身影 踏破时空而来 哈哈哈哈 六指怪龙 死都死了 还来欺负小辈 也不嫌害臊吗 随之那道人影 缓缓自扭曲空间之中走出 一道清朗笑声 也是在此时 自这片天地之间 响彻而起 在这道声音传出时 那速来平静的六指圣龙地 瞳孔也终于是 在此时 骤然紧缩起来 旋即 他那低沉的声音 同样是带着一些惊疑 在此时响起 吞噬之主 哦 谢谢观看